我觉得从秦刚事件看到了中国是一个低人权社会了 因为秦刚担任这个外交部发言人的时候呢 我在北京做记者 其实我跟秦刚有很多接触 那么秦刚也亲口跟我说过 当时我们经常写一些刘晓波这个胡佳 这些中国的民运人士的文章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中国的民主化运动啊 中国的人权啊 虽然是这个是有值得写的地方 但是中国有更多更值得写的社会和谐啊 经济繁荣啊等等更和谐的地方 你们不要光天天在写人权问题 说这句话的秦刚呢 现在呢我们全世界都在关心他的人权问题 那么也就是说当年这个怎么在人权问题上 他一直在维护比如说中国的对少数民族 对这个宗教人士的打压 对民运人士打压 这方面他是一个加害者的一个身份 现在变成一个这个被害者的身份 在中国这个国家任何人呢 都可能随时成为人权问题的被害者 就是我们看到从秦刚这个出世之后呢 我们今年又看到了这个习近平 有人说习近平中风啊 有人说习近平已经死亡了 有人说这个张有霞发动这个兵变了 在这一元串在中国 从以围绕中南海传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政治谣言 我采访过过去一个长期观察中国的一个学者说呢 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那一年 好像那一年的这个政治谣言非常多 也就是政治谣言谣言四起呢 往往意味着天下即将这个大乱这个的状况出现 石板明夫就事论事点评天下说三道四 今天我想讲的是秦刚到底去哪了 这个话题 今年58岁的前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呢 是在去年六月份失踪的 之后呢 一直生死不明 没有消息 前两天呢 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呢 据两名不具名的美国前任官员透露 这个秦刚呢 现在已经被分配到了中国外交部下属的 一个叫世界知识出版社 担任低级职务 虽然呢秦刚没有坐牢 但是说呢 其职业生涯呢 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这可能不仅仅是一种惩罚 而且呢 是一个警示的故事 该报呢 还引用了一位前美国中央情报局 中国问题的高级分析师叫强生 他说呢 说秦刚的迅速崛起呢 惹恼了同事 认为他超越了其他人 所以说秦刚呢 他之所以倒台 是因为呢 他过度快速的升迁呢 得罪了很多的人 引发了矛盾 华盛顿邮报呢 是一个在国际上很有信用的这个媒体 另外呢 他引用的呢 不是中国的消息来源 而是美国的前任官员 也就是说呢 很可能来自美国的对中国情报网 我在中国大概十年记着 我们知道 就是说 美国的对中国情报网 它的这个准确性和这个即时性 要比一般的外国媒体要强很多的 因为它有强大的资源和丰厚的资金 以及广阔的人脉 先是这个美国的情报机关 然后呢 才是外国媒体 然后呢 比较信息呢 最相对不太准确的 就是现在呢 活跃在全世界各地的中文的自媒体了 所以说 过去 关于秦刚的种种留言呢 大部分来自中国的 这个 在海外的 中文的自媒体 所以这个消息呢 很多人表示怀疑 但是这次呢 出自华盛顿邮报呢 相信的人 相对多了一些 但是说呢 到了这个 9月10号这一天呢 香港的明报呢 就突然报条一条消息 说这个华盛顿邮报 报的是一个乌龙 说呢 这个有北京的消息人士 向明报表示呢 这个世界知识出版社呢 的确有一名职员叫秦刚 但是是同姓同名 前外长秦刚呢 并未在该出版社工作 明报呢 现在已经是 基本上属于一个 半中国官方的媒体了 所以说明报的这篇报道呢 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成 一个中国官方的澄清 当然中国官方的澄清 也并不见得是百分之百正确的 但是至少呢 这个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呢 大家又给他画了一个问号 所以到现在为止呢 秦刚到底人在哪里 是生是死呢 这个还是很难说的 前不久呢 有一个中国的这个学者 叫高世凯呢 他接受这个半岛电视台的采访 就是说呢 说秦刚呢 是他二十多年 你看他的老朋友 因为腐败丢个工作 在中国的某个地方 你永远看不到他了 我们不知道这个高志凯呢 他在接受这个外媒采访的时候 有没有得到中方的这个授权 公布秦刚的消息 但是说呢 高志凯的消息呢 也是有一定的参考的价值的 关于这个秦刚到底怎么样呢 美国的这个圣汤马斯大学的 叶耀元教授就说呢 说这种呢 不透明的方式呢 让所有人猜不到中共的红线在哪里 也可以以此来制造恐怖平衡 让所有人都感到战战兢兢 这是一种统治术 关于秦刚呢 到底去哪呢 这个问题呢 我想谈一些我的看法了 首先呢 我个人认为呢 秦刚呢 至少在今年的7月18日为止呢 他是健在的 因为在7月18日发行的这个 共产党的三中全会的公报里面呢 有秦刚同志辞去中央委员 这么一条这个内容 如果说秦刚已经过世了的话呢 按照中共的惯例呢 没有必要把专门把这个 他辞去中央委员 这个这条写在公报上 因为如果中央委员如果过世呢 他中央委员这个职务是自动消失的 但是7月18日之后 秦刚到底去哪里呢 我没有专门采访这个问题 我确实是也很难说出正确的答案 但是我认为呢 有几点呢 根据这个秦刚这个事件的演变 我至少可以说出一点呢 就是说对于秦刚的 怎么处理秦刚的问题上 中共党内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在秦刚刚刚被拿下的去年6月 到后来这个三中全会 同意他辞去这个中央委员为止呢 这一年期间中呢 要打倒秦刚的势力 和保护秦刚的势力的 消长发生了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 对秦刚高高举取 轻轻放下这个结果呢 可以看到共产党内部斗争的 一个蛛丝马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说秦刚是在外交部长任上 突然之间失踪的 那么中纪委要抓秦刚的时候呢 这个对中国国家演变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是一定经过政治局同意的 那么政治局开会讨论 要抓秦刚的时候呢 当时的就是拿出来的证据 也就是当时要打倒秦刚这一派的人呢 他们拿出的证据呢 是说服政治局 但是后来呢 在党内要保护秦刚的 这势力有崛起 最后呢 让秦刚呢 保留了他的党员身份 也保留了他的同志 这个称号 有人说是习近平的想法 去发生了变化 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认为呢 很可能是中国的 对美国的路线发生了变化 因为秦刚是驻美大使 他呢 回到中国以后 当任外交部长 短短的这个五六个月期间呢 其实是很重视和美国的关系的 党内呢 以王毅为首的 另一势力呢 并不着急和美国修复关系 所以秦刚就倒掉了 我认为这个 是很可能是对美路线 发生一个路线的冲突 引起了秦刚的事件 那么第二点呢 我觉得从秦刚事件呢 看到了中国是一个低人权社会了 因为秦刚当任这个外交部发言人的时候呢 我在北京做记者 其实我跟秦刚有很多接触 那么秦刚也亲口跟我说过 当时我们经常写一些 刘晓波 这个胡佳 这些中国的民运人士的文章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中国的民主化运动啊 中国的人权啊 虽然是 这个是有值得写的地方 但是中国有更多 更值得写的 社会和谐啊 经济繁荣啊 等等更和谐的地方 你们不要光 天天在写人权问题 说这句话的秦刚呢 现在呢 我们全世界都在关心 他的人权问题 就是说 至少 他现在 因为保留过党籍嘛 所以说 他应该是没有触犯法律 按照中国的逻辑来说 只是有婚外情的问题 那么我们看到 在美国 日本 台湾 都有很多官员 都有婚外情的问题 他们可能职务受到一些影响 但是不会像秦刚这样 人间蒸发 然后 生死不明的状况 持续这么久 那么我想 秦刚不管在任何单位 他都是一种 不能够再在人前 这个露出讲话 不能 他的名字也不能出现在报纸上 变成这么一种存在 那么也就是说 当年 这个怎么说 在人权问题上 他一直在维护 比如说中国的 对少数民族 对这个宗教人士的打压 对民营人士打压 这方面 他是一个加害者的一个身份 现在变成一个 这个被害者的身份 在中国这个国家 任何人呢 都可能随时成为 人权问题的被害者 那么第三点呢 我想讲的是 今年中国的谣言 是特别多 就是我们看到 从秦刚 这个出世之后呢 我们今年又看到了 这个习近平 有人说习近平中风啊 有人说习近平已经死亡了 有人说这个张有霞发动 这个兵变了 在这一沿串 在中国 从以围绕中南海 传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政治谣言 我采访过过去一个 长期观察中国的一个学者说呢 是1976年 粉碎四人帮那一年 好像那一年的这个政治谣言非常多 也就是政治谣言 谣言四起呢 往往意味着天下即将 这个大乱 这个的状况出现 那么所以说 我觉得中共对这个谣言的控制 如果过去在中国的时候 谣言出现的话呢 这个中国当局会马上以它控制 或者以这个必谣的方式 来消除谣言对社会的负面影响 但是今年呢 这各种各样谣言 包括这次秦刚也是 就是说 很可能是 党内的一些不满分子 成绩呢 就是散布谣言 带风向 企图造成政治的混乱 而中共当局呢 对处理谣言的能力呢 已经明显下降 所以说呢 我们观察秦刚的问题呢 也可以看到 中国内部权力构造 也在正正 也在开始起变化 这个现象 好 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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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